大家好,我是Batman 上期视频带大家逛了逛慕尼黑最新开业的乐高旗舰店 今天我们再来逛一逛有200年历史的玩具老店Oblatt Oblatt位于慕尼黑市中心的Carsplatz 也是中心商业街非常繁华的地段 从乐高店过来走路5分钟就到了 Oblatt成立于1825年 今年都已经2023年了 再过两年啊,这家店就整整200年历史了 OK,现在我们就进店转一转 Oblatt最早由Yosef Oblatt创立 后来也是几经转手 1997年的时候被德国的连锁超市品牌Müller的集团给收购了 所以这家玩具店的装修也会有一种Müller超市的即适感 一进店好家伙了 最先看到大片的品牌玩具区域又是乐高 转过来还有好几个货家 跟乐高店比起来 一般玩具店的一大优势就是经常会打折 而且会有很大的折扣 所以你看这边家的都空了 也是最近圣诞节,大家都买来送礼了 乐高旁边是一强的Funko Pop人偶 Funko我记得几年前特别火 没想到现在能在玩具店占据这么大的位置 而且除了普通尺寸的人偶 现在还有这个大个的小个的 还有这个威性的人偶 这是睡衣蝙蝠侠 蝙蝠侠真是 不管出什么玩具都逃不出被恶搞的命运 这个是火影忍者的名人 Funko的题材也是特别广 欧美的,日本的,真人的,动漫游戏的 骑马的,不起马的都有 顶上这一排14欧一个不是饮料 是Funko新出的这个Soda系列 里边装的也是玩偶小人 就是包装的是个一辣罐一样的设计 这个是星际牛仔里边的飞 小时候电视台里边播星际牛仔的时候 我也特别喜欢看 Soda系列还分这普通款和隐藏款 就跟个盲盒一样 隐藏款也很受玩家追捧 而且这个系列题材也是特别广 欧美的,日本 对面一些小朋友的玩具 感觉这些角色都是动画片里边的 看着眼熟啊 但是叫不出名字来 国内的繁导城里边 好像也都是这些角色的玩具 这是什么 睡衣超人吗 估计过几年等我儿子长大一点 开始看动画片的 这些角色我也就都记住了 汽车总的员我觉得真是个特别神奇的IP 第三部电影已经是2017年上映的老电影了 到现在都五六年了 但是各式各样的相关玩具 一直经久不衰的一直在出 这电影我其实只看过一部 很多角色都叫不出名字 但这些小车做的真是挺可爱的 很漂亮 这个我认识啊 板牙 这还有我们的主角闪电麦昆 圆圆的红红的非常可爱 不得不说皮克斯的角色设计真是一绝啊 看着就让人想要拥有 这几年哈利伯特这个IP也复活了 各种玩具又出现了 这赫敏看着有点阴间 旁边罗恩和哈利呢倒是做的不错 但是下面这哈利 你的脖子呢 旁边这些可爱风格的小人呢倒是 挺可爱的 尤其包装上丽慧设计的很棒 这个是什么 官配套装嘛 罗恩和赫敏一套 还有个小房子 抱完我虽然没玩过 但估计也是很多同学的童年 也非常火啊 又动漫什么的 就像我小时玩的CG车一样 抱完就是这种小球一样的东西 然后往一种特殊的带磁性底座上一扣就会变形 变成各种猛兽怪物 旁边这样的 这个大哥能一键变形 应该是低零项产品线 然后下面这些啊 比例呢虽然小 但感觉呢更复杂一些 而且上面还有Takara Tomy的标 这个应该是大嫂2C是吧 下面还有西曼的玩具 也是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动画片 我记得当时除了西曼 还有她妹妹希瑞 这几年还只保有把这个系列挖出来了 出了很多玩具 包括这个美加宝也出了很多积木 肯定少不了的呢 还有这种美系的人偶 都是大肌肉块 五大三粗的 这种成排成排的橡胶材质的动物玩具 我觉得也是德国这边一大特色 天上跑的 地上游的 什么都有 细节呢做得很认真 当然呢价格也不便宜 这边小朋友特别喜欢玩 你看这么大空间一排一排的 基本上都空了 你就可以想象这种玩具 在这边需求量有多大 要都摆满了得多壮观 下面还有这个地狱生物 这是什么 地狱犬嘛 但是它只有两个头啊 不是三头犬 身上各种熔岩燃烧细节呢也很棒 它后边这大蝎子 尾部尖呢还是透明的 也很帅 一层呢大概就这样 顺着楼梯呢 我们下到地下一层 这家店更大 也更主要的一片区域 一下楼梯啊 我就发现这个 一面墙的这种小人偶啊 天哪看得我干颤 这是类似amiibo的一种玩具 主体呢是个音响 然后你把不同的小人偶放上去 就会播不同的歌曲之类的 算是寓教于乐的一种玩具了 这边幼儿园呢都用的是这个 小朋友家里呢也会买 但是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种类的小人啊 而且一个17 我的妈呀 简直抢钱啊 小人像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有这个玩具总统员的屋底 还有这个托马斯的小火车 还有这帕丁顿熊 还有雪宝 但是我好像没找到这个波西皮谱 我儿子现在呢就在看这个波西皮谱 怎么这还有个马桶啊 手里还拿个马桶揣子 还是粉色的把把纸 我的天哪 这把把纸也有年头了 旁边一大片码得整整齐齐的马克笔和各种书写工具 虽然我不换话 但这种布置方式真让人看得心旷神移的 笔的牌子呢 我查了一下 中文翻译呢叫灰百家 也是德国非常老牌的一个书写工具品牌了 就算你不了解这个牌子 你看下边写这个 SINCE 1761 250多年历史啊 多多少少也能感觉到这牌子不一般了 看看这些纸和笔 估计是文具爱好者天堂了 电里马的整整齐齐呢 还有其他日常用到的文具用品 各种纸啊 笔啊 橡皮啊 各种好看的包装纸 各种装饰用的小珠子 看着让我想起了小赵家门口菜市场里边文具用品店 后边这一片终于到了我们熟悉领域了是吧 汽车玩具区 或者说是这个模型玩具区 一上来呢就是凯雷拉的轨道车 虽然我不玩轨道遥控车啊 但是逛店的时候呢 也经常会看到这个牌子小车 网上也有很多这种轨道车的比赛视频 也是非常精彩刺激 这辆路透涂装的福特 好嘛我还以为是保时捷呢 这轮毂真是赠光挖亮的 将近100欧一辆价格也是不便宜啊 这边那是C63 上面这几辆呢比比小一点 价格呢也便宜一些 这辆红牛的法拉利也是好看 除了小车之外 还有配套的轨道 这还只是单车道 你要想搞比赛呢 还得多条车道并行啊 而且还有这么多种车 不知道每种车的性能 会不会有什么区别 好这边还有这个马里奥是吧 下边的耀西 这个马里奥感觉做得出奇的不错 除了盒装呢 还有种挂卡装的小车 这应该就入门车款了吧 但是一辆20多块钱也不便宜了 而且它这种轨道啊 大车小车应该不通用吧 你看下边还有这个小车的轨道 对面就有一些比较常见的遥控玩具车了 我小时候梦想就是能有一辆 这么大的遥控车 觉得很帅 这个装在罐子里边遥控车 像不像小时候玩雷速灯 8090后应该都有印象 小时候雷速灯的也是特别火 然后这个 我真的有点绷不住了 这什么鬼 砖头水泥也能当玩具卖吗 这就是硬盒都够玩具嘛 里边还有水泥粉和货水泥的盆盒铲子 卖的都是这种打孔砖 盖出来的房子还挺保温 冬暖夏凉是吧 盒子上面还特别标明了 玩的是真的砖头啊 生怕你不知道 这边还有联名款 哈利波特海格小屋 不会还得自己种难过吧 240块真实砖块 我的妈呀 这样吧 这期视频点赞过5000 我就买一套回来给大家看看 好嘛 这下面还有配套补充包 一盒盒砖块 自己还能搞这违章扩建是怎么的 还made in Germany呢 这个玩意有必要在别的国家生产 然后运回来卖嘛 这是一套蒸汽机的铁皮玩具 应该真的可以用蒸汽驱动 一套呢175欧 也不便宜 同系列的包括还有这个其他型号的 下面呢可以动的铁皮人 都是一些比较传统的玩具啦 这是什么 沙楼和钻台嘛 我们跟旁边盖房子果然挨着卖的 对面一面墙的拼装模型啊 这里我认识的牌子也就是天宫了 但是Hevel呢 也是德国这边非常常见的一个模型品牌 它除了出拼装模型之外 也出很多成品玩具 但基本上都是模型类别的 这些一看logo的配色 应该是意大利牌子没跑了 这怎么翻译啊 意大利利嘛 当然了 有了拼装模型 肯定少不了的还是一排排的油漆颜料 以及更多的油漆颜料 然后这家店里边一排排的1比87比例 或者说这个H0比例小车模型 我记得之前给大家介绍过了 这些小车呢全部都是塑料材质的 一个呢价格也不便宜 基本上都是十几欧了 还有这种更小一点的小叉车 还有这个 这些小车呢虽然比例小 但是做工细节呢都非常讲究 而且车辆的种类也是千奇百怪的 很容易就挑花眼了 然后你再转过来 这边还有一货架子 你再绕过去 这边又是一货架子 你看这小帮马 做的真是细致 然后这一个多少钱 这边这个授权说明 价格在后边了 17块钱 失敬失敬 这辆德国警用面包车 25欧 感觉略微合适一丢丢 这还有辆小摩托 这么点小 但是轮毂上的每个条幅呢都能看得见 这个多少钱啊 13 还行啊 这卡车车头倒是挺便宜的 这么大个才13欧 感觉有点猫腻啊 是不是车头卖的便宜 然后后边货箱卖的贵 是不是这么回事 其实跟你们说啊 别看这些小车这么细啊 它们呢还不是用来收集的 是用来装饰的 算是个配饰 是个配角啊 这么贵的小车要配的是什么神仙主角呢 就这些啊 铁道模型 比较现代化的 有经常买点德国ICE 老式的有这种烧煤的蒸汽机车 以及各种虽然便宜一些 但是依旧很贵的老式的新式的火车车头 估计很多铁道模型的玩家 都能直接叫出名字来 我认识的也不多 只见过一些在这边铁路上面跑的 然后这个我认识啊 这个我认识 这不就是这个黑暗使者号吗 还是把火火魔号啊 车头虽然贵 但好在呢车厢比较便宜 但我寻思这个车厢也不能就买一斤 里外里可能也差不多啊 然后这还有这轨道控制系统 看着功能也非常复杂 半道岔呢 应该不在话下 另外我们之前去过这个莱比锡的玩具展 也看了很多非常棒的火车模型 有场景有动态 感谢同学呢 可以去看一看那一期视频 然后这有很多这电线 你圈儿圈儿的 是自己搭控制系统用的吗 入铁轨坑 只有火车怎么行呢 场景肯定也少不了啊 旁边一架子一架子的 都是各种配套的这个小房子 什么建筑都有 比如这个 一拿就是这个刚着弯火的房子 手气也真是不错 这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呢 都跟这个房子一样 红红火火的 这小房四十 还是赶紧放回去吧 这好像是一间这个商住两用房 这些东西组出个小镇了 应该不在话下吧 房子之外呢 肯定少不了居民了 马路上压弯的骑手 邮局邮地员 这边呢还有各种隧道的外地面 各种材质的路面 双向的 单向的 路面看起来也是一大类别 我天 这边呢还有各种树木 植被 这提供了你这入坑的一站式服务嘛 进来 就别想走了 东西太多了 还会专门有这产品手册买 今年的版本已经到了 这个手册 我舔正跟字典一样厚 这套火车 这是这个拜人皇家周际特快嘛 不知道是不是指车头啊 还是整列车 949 帅是真的帅 但贵也是真的贵 然后在一个小角落里边 我发现了一个熟悉的牌子 舒克的小车 这些64比例和87比例小车呢 真的是实打实地给小车玩家准备的了 我们之前节目呢给大家介绍过了 这些小车看着就亲切多了是吧 舒克有这么贵小车嘛 60欧一辆 倒是挺漂亮的这辆奔驰 数纸材质的 转过来 就是风火轮货架了 但感觉呢这边比较冷清啊 除了大脚车 就是一些轨道套装了 旁边还有一些火柴盒的轨道场景 小车的话呢就这么一小嘎嘎 基本上就是普卡和五连包 这辆呢是莲花的艾米罗 这车呢虽然是个新模具啊 但是呢是2022年QP4的车了 这么看来这车呢够老的了 地下一层的另外一个大角落 哎 粉粉嫩嫩的 全都是各式的芭比娃娃 我也是看花眼啊 芭比呢好 在国内不是很火 哎这除了女娃娃呢 还有男娃娃 好嘛这一大肠货架 从这头到那头 也是非常壮观 还好我不玩这个 多过这边另外一个 可以跟乐高比肩的拼装玩具 就是这个Playmobile 这几年产品规模呢 也是越做越大 越来越受欢迎 Playmobile呢不是积木啊 零件都比较特殊 有点拼装模型那个意思 只不过呢不用自己捡零件 也不用浇水 但是有的时候呢 得自己拧螺丝 包括你看这些像消防车啊 消防局啊 其实都是拼出来的 这边还有一些恐龙题材套装 下面是我最喜欢的海盗船题材 我小时就特别想要一个乐高的海盗船 Playmobile的汽车套装 那也是很受欢迎 既能有拼装的乐趣 块数又不多 不复杂 拼完之后的成品呢 还跟普通汽车玩具 没什么区别 看着非常帅是吧 又是自己动手拼出来的 所以小朋友呢 很喜欢这种车车 Playmobile呢 也是出了很多授权车辆套装 所以说Playmobile这几年呢 在这边真的是风生水起啊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Playmobile呢 又有自己的主题公园 而且呢 是早在2000年就开业了的 听说呢也非常好玩 非常适合小朋友去 有机会呢 我们也可以去看看 最后玩具店呢 肯定也少不了这NIR发射器啊 我目前只买过两三把 所以呢 对这个坑也不是太了解 但是听大家说 欧洲这边发射器 叫什么橙色扳机的发射器 发射力量会大一些 另外我之前在网上看 好像大家对这个主打的Ultra系列 也不是太满意 但我觉得这个系列发射器呢 外形倒设计挺帅的 怎么说呢 非常战术 另外一边呢 还有和我的世界联名的弓箭 旁边一把弩 下面是跟这个保里之夜联名的 这什么呀这是 狗头吗 哇这个嘴 哇这个嘴 也太丑了 NIRFY真是敢联名了 真敢出 OK 今天跟大家转了一大圈Oplet 就这我们还只是粗略的浏览了一下 里边呢 还有很多玩具没有看到 真的是一家非常大的玩具店 出来呢 天都黑了 好了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了 如果喜欢我节目的话 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BATMAN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